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大概200块澳币 它是超大容量 就是6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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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它可以放18张卡 然后这边拉链呢 它可以放两种不一样的币别的钱 所以你就可以放一边台币一边澳币 然后它钞票是这一层 然后这一层 然后这边还有放SD card的那个位置 然后它是拉链型的 我那个时候蛮喜欢拉链的钱包 然后它这个呢已经旧了 然后它有一些那种米版 对所以我常常用酒精擦拭它 然后这个是真皮的哦 所以会发霉 那我现在人在新加坡呢 这个就要换掉了啊 那我现在新加坡 买了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CK 新加坡CK很有名 给大家看 这是小CK的 盒子 然后它还有附这个 这个是我的收据 它给我一个信封 收据 收据 等下再跟大家看一下多少钱 好 我要打开咯 CK的包 而且它还有防尘袋哦 我觉得超赞的 然后这个是干燥机 干燥机它建议可以放在钱包里面 而且它防尘袋上面还有写CK 然后是金色香精的CK 好 我可以想到 我也是买黑色 上一支买咖啡色的 这是买黑色 它的CK是立体的CK 涂出来的CK 然后它这边 因为是新的 所以它还有一层次 先抽掉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 拉链 它里面是这样 再先抽掉好了 它这边有12个卡片 所以比我之前还要少 然后这边还可以放 1 2 3 4 4 4张 12加4 大概16张卡片 然后这边有拉链 哦 这边还有 1 2 3 4 这边还有4张 4张 5张 6张 7张 8张 9张 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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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这边可以放钞票 钞票 还有这里也可以放钞票 这边钞票很深 很深 很深 深到底 这样子 那大家猜猜看这样多少钱 大家猜猜看 好那价钱没下来这了 那 我现在给大家开箱 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 它可以放什么东西 这是新加坡的星巴克卡 对 它可以这样子放进去 它可以这样子放进去 这边可以放 然后这是我新加坡的ezy link卡 它是ezy link卡 然后你可以放这边 然后这个是金沙的会员卡 shopping mall的会员卡 然后可以放这边 这样很棒 然后这是万宝龙钢笔的香水柿子 可以让我的钱包香香的 可以放里面 然后它可以放钞票 这是新币的五块钱 可以放钞票 这样 那这是新币的两块钱 新币的五十玄金 这边 然后它这一格就是放零钱 然后它可以放钞票 可以放零钱 这是新币的一块钱 放进去 这是新币的五十玄金 放进去 这是新币的二十玄金 放进去 这是新币的十玄金 放进去 这是新币的十玄金 这是新币的五玄金 这是新币的五玄金 新币的五玄金 放进去 那再把它拉链拉起来 来 嗯 卡住了 卡住了 卡住那个线 这个可能等一下 把它剪掉吧 好啦 我的新钱包开箱 然后钱也放进去了 这样跟大家讲 好 接下来跟大家看一下它价钱多少钱呢 这是CK的新币 我买的时候刷卡是34.5 可是它是折扣后的 然后它是 43.9 然后我有会员 把10% off 所以是扣掉4.39元 然后它那个时候上场 也有用赚5.11元 所以才会中的平 34 34.5 所以大概台币 六七百块左右 那给大家看 参考一下 今天CK的开箱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秋林子 下次见 拜拜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按订阅 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有影片稍转 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订阅